女子的虚弱被众多逃窜的莫族看在眼中 原本他们已经被杀得胆寒 然而此刻却又重新看到了希望 领主级别的莫族还有三四位之多 彼此眼神交汇无需商议 并已洞悉了各自的心思 这么多莫族和莫徒被一个人族杀成这样 死伤惨重至极 如果还让对方给逃了 那就实在太没用了 也没办法给上面交代 回头上面追责下来 他们同样难逃惩罚 为今知己 唯有拼死将这女子留下 只有将她斩杀在此 方能一选前置 陶赞的莫族和莫徒们被重新剧动 以那幸存的几位领主为首 分成数个方向将破破烂烂的剑龙包围着 这剑龙之威他们已经深刻地叫过了 数百之众在对方几次冲锋之下被杀了一半之多 哪还不知人家的强横 事已当剑龙再次朝一个方向冲撞过去的时候 那边阻拦的莫族们立刻便四散而开 其他人等则凶猛催动秘书 远距离轰击剑龙之身 如此三五次之下 剑龙果然没有杀掉多少莫族 反而本就破破烂烂的身躯 欲发蓝绿不堪 然而等剑龙停下之时 包围圈犹在根本不给他逃脱的希望 望着四周围惧的莫族和莫徒们 女子苍白的脸色淡漠至极 好似陷入危机的不是他本人 咔嚓嚓的声响再一次传出 组成剑龙之身的剑芒又一次扭曲变幻者 在所有莫族和莫徒默瞪口袋的注视下 一条崭新完好的剑龙出事了 不过因为之前组成剑龙的剑芒被轰碎了不少 所以这一条剑龙比起方才要小上一半不止 却依然有上百丈长短 杨凯简直要对这女子佩服的五体投递 在此之前 她根本没想到神通法相还能这么高 由此也可见女子的强大 她对自身的神通法相的控制 绝对已经到了如比实质的水准 这女子在剑道上的造诣也绝对高得吓人 百丈剑龙再次冲杀不止 比起方才 龙身虽然短小了异性 但对所有莫族和莫徒来说 依然庞大 而且更加灵活了许多 不过莫族这边坚持着拖延的战术 根本不与她有正面的交锋 只抱着拖延她的打算 一时间让女子也头疼至极 几次冲杀之下 没能杀掉多少敌人 剑龙之身附又变得破破烂烂 一次次的消磨对抗拉扯 女子一人之身 牵扯了数百莫族追击的步伐 百丈剑龙再一次转化 只剩下三十多丈长短了 再来一次的话 剑龙之身恐怕都无法维持 而一旦没了剑龙之身的守护 以女子如今的虚弱状态 只怕凶多吉少 但她拖延追兵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不管她是生是死 那一楼船的人都得以逃生 此刻任谁都看得出来 女子意图冲破封锁圈顿逃 然而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 好不容易将她逼上绝路 莫族这边又怎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呢 虽不断地由莫族和莫徒被杀 但包围圈始终紧密无缺 不给她半点机会 杨凯内心备受煎熬 眼见着女子孤身作战 恨不得也袒露身份 与她并肩抗敌 然而这个念头只在脑海中闪过 便被她否决了 如今这情况 就算有她帮忙 女子也难是对手 毕竟她才不过六平海天 面对这么多莫族和莫徒 如何能胜 更何况她一时间 也很难让女子取信于她 继续隐藏下去 或许能找到什么转机 三十多丈的剑龙 也被打得破破烂烂 女子确实已到强弩之末 苍白的脸上 没有一丝血色 眼见此景 众多莫族和莫徒的攻击 愈发猛烈 某一瞬 剑龙忽然掉头 朝阳开等人这边冲来 众多莫族和莫徒 大惊失色 怒烟更是第一时间 朝侧旁躲闪 不得不说 这家伙本事不怎么样 对危险的规避 确实极为极实 所有人都没想到 剑龙会朝这个方向冲击 只因杨开等人 所在的这边 算是后方 一直以来 女子也从未 对这边打过主意 她历历朝前锋冲去 想要冲出淋雨之地 却始终没能如愿 这一下反其道而行之 确实让人意想不到 杨开甚至怀疑 她之前的种种做法 不过是麻痹敌人 她真正的目标 一直都是包围圈的护方 众多莫族和莫徒退避 这边的莫族领主 却只是一犹豫怒喝营手 她不是不知道女子的强大 只不过争斗这么久 女子明显已到游进灯窟之境 又能发挥出多强的力量 更何况 她对自己本身的实力 也有巨大信心 只要能阻拦住女子一瞬 其他几个方向的族人 自会支援过来 她的自信 很快就变成了自大 三十丈长 破破烂烂的 剑龙陀罗般的旋转者 与那莫族领主 撞击在一起 无声无息 莫族领主 化作一片莫斯血物 瞬间身孕倒消 连带着她身后的尚未莫族和莫徒们 也死伤一片 怒烟躲避及时 倒是毫发无损 反倒是迎开因为担忧女子的安全 没能第一时间后撤 被那剑龙余波所伤 胸口处多出了一道 深刻坚固的伤痕 心血淋漓 金色的鲜血耀眼至极 那女子忍不住朝她望了一眼 四目对视 女子眼中明显闪过一丝亚然 之前争斗激烈 她根本没有在意阳开的存在 直到此刻才算看到 她也认出了数日前 在自己手下逃过一命的 这个莫徒 当时她本想赶尽杀绝 却因九品老祖的长孝试音 不得不急速撤退 不过只是瞧了一眼 女子便不再多加关注 此刻也不是关注这个的时候 莫族和莫徒们临死前的反抗 让那三十张剑龙分崩离析 女子身边只剩下了零零散散 数道剑盲守护者 神通法下彻底被迫 却也因此将包围圈 打出了一道缺口 小清昆所剩无多的力量 催动着 他化作一道流光 急速朝前方持去 而那个方向 赫然是莫族腹地 也是人族强者 逃出来的地方 他不得不做出这个选择 前行之路又追兵拦截 如今只有置之死地 方能后生 眼见女子顿逃 剩下的莫族 哪能如他所愿 幸存的三位领主 级别的莫族对着他 紧追不舍 余下莫族和莫徒紧随其后 煞时间 虚空中上演了一出追击大战 女子纵然已是强弩之末 速度已依然奇快无比 只见他舍身裹在剑光之中 化作剑芒 略过虚空 身后追击的莫族 一时间竟是追击不得 而领着追兵 绕过一个大圈之后 女子陡然改变了方向 迂回顿逃 现状杨开松了口气 继续往莫族腹地顿逃 注定是死路一条 没有九品老祖坐镇威慑 单靠女子孤身一人 就算实力再强 也不可能有活路了 只有朝相反的方向逃退 才有生存的希望 彼此的距离越来越远 若是不出意外 女子肯定可以逃出升天的 这也是杨开希望看到的 然而就在这时 一股强大的气息 忽然自后方浮现 杨开悚然一惊 扭头望去时 只见后方一片莫测 急速朝这边侵蚀过来 这场景似曾相识 之前莫之王族领着众多莫族强者出现的时候 便是这幅震撼人心的场景 不过此刻那侵蚀而来的莫瑟明显没有那么大的规模 莫瑟之中也只有一道气息 那是玉主级别的莫族 杨开心头一针 双拳紧握起来 玉主级别的莫族 那可相当于人族的八品海田 这等强者居然会在这个时候出现 那女子归宜 前方顿头的女子明显也感觉到了危机 速度斗然加快三分 显然是在拼命逃窜 然而 玉主级别的莫族以巅峰之身追击而来 速度之快又岂是她能摆脱的 彼此间的距离迅速拉近 很快莫瑟一收露出藏在其中的庞大身影 那身影抬手 遥遥地朝前方逃窜的剑芒拍出一掌 虚空为之震动 仰开明显看到那剑芒猛的遗志 一身合剑的女子顿时被打出身形 张口便是血雾喷出 以这女子之前所表现出来的实力 若是巅峰时期 即便碰到玉主级别的莫族 就算不是对手 多少也可以抗衡一二 然而她本就挤进游进灯窟 这样的一击又如何能抗衡 只是一掌便已重创 逃不掉了 女子倒也过绝 既知道没法再逃 竟是立刻转身 再次以身合剑 化作一道惊天剑芒 直朝追击而来的莫族玉主斩下 这一剑之威 惊天动地 乃是她拼尽全力的最后一击 那莫族玉主神色冷漠 一拳轰出 硕大的拳头与剑芒碰撞 剑芒四散 如萤火虫一般 漫天飞火 莫族玉主高大的身影 威鹿屁育大学 单手擒詐 紧握成全 那拳中攒着一道身影 潔派的衣衫已被鲜血染红 漂亮的发髻也散乱无比 女子的气息微弱的 犹如风中烛火 随时可能熄灭 即便面临如此绝境 女子也没有束手待毙 然而她无论如何挣扎 竟也摆脱不了墨族御主的束缚 杨开一颗心贴了起来 如今这情况 女子已被擒 只要墨族御主稍微用些力气 只怕都能将她捏爆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物恋巅峰》第4124集 《物恋巅峰》第412集